古老西藏大師們都在念的六字咒語 究竟為什麼這麼厲害 大家好 我是仁謙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讓我用兼顧西藏密宗與日本密宗的師資身份 上千位學生的教學經驗 與你聊一聊如何持咒修法 藏南佛教流行很多咒語 其中最有名的咒語 毋庸置疑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咒語 實際上觀世音菩薩對我們的影響 對整個亞洲的影響都是最為廣播的 基本上像在華人世界都有一句話 叫做加加阿彌陀護護觀世音 在西藏呢 大家一般都說這個西藏是觀世音菩薩的所畫姬 就是觀世音菩薩的教徒 甚至連這個西藏的王宮 我們都知道叫布達拉宮 布達拉這個字呢 其實來自於梵文叫做Bodala Bodala就是在五文中 觀世音菩薩的淨土的名字 所以那個王宮都叫觀世音菩薩的淨土 就取了這個名字 一般來說認為 觀世音菩薩利益眾生的方式是普門釋憲 什麼叫普門釋憲 就是他會根據不同眾生的需求 不同的形式 如果根據印度佛經的記載 觀世音菩薩主要的知名 與我們有關的功德有兩個 第一個 只要有人稱呼他的名字 他就會到來 第二他願意以普門釋憲的方式幫助眾生 從這個作用跟功能性上來看 這是屬於觀世音菩薩獨有的一種願望 同時也是他與眾生們這麼有連結的關係 當然如果你想要對觀世在菩薩 觀世音菩薩有更多理解 你可以去看之前我的一支影片叫做 觀世在菩薩還是觀世音菩薩 你知道觀音菩薩為什麼那麼受歡迎嗎 但在這影片裡面呢 我引用了一部重要的經典叫做 《佛說大神專人寶王經》的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是說 六字大名陀羅尼 是觀自在菩薩摩赫薩唯妙本心 若有知識唯妙本心 即知解脫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六字大名咒 是觀自在菩薩或觀世音菩薩的心水 若是掌握這個心水的人 就掌握了觀世音菩薩的精神 在這部經典裡面有提到了 藏堂佛教現在很流行的四壁觀音 他稱之為叫六字大名觀音 其實是觀音真正的樣子 不然你們有看過就是鬼滅之刃 有一集就是有一個鬼 然後那個鬼就是有很多個化身 變出很多個形象 只有一個特別小的圓形 他長得像一個天狗一樣 他那個小圓形特別小一個 那個才是他真正的樣子 其他都是他變出來的 這雖然講的不是很恭敬啦 但這個邏輯可能有點像 就是說真正的觀世音菩薩 是勢必觀音的這個形象 其他的都是他為了度眾生的 普門視線的變出來的樣子 《佛說大神莊嚴寶王經》 是觀世音菩薩的真式來歷 特別是他的修行核心的介紹經典 在這部經典裡面就談到 六字大名咒的力量 在這個經典是結構式 由一個叫除蓋障的菩薩 向佛陀請問 佛陀主動的宣說了 觀世音菩薩的法力 跟他救度眾生的願力 更重要的是他說這個法力 與六字大名咒關係很密切 經文說 耳時佛告除蓋障菩薩言 善男子 我念過去世時 為此六字大名陀羅尼 便利如微陳述事件 我供養無數百千萬巨之那一舵如來 我當於比諸如來處不得而易不穩 佛陀自己講 他以前在修行的時候 到很多佛的地方去求六字大名咒 但沒有人向他宣說這個六字大名咒 最後他終於到蓮花上如來的座下 然後蓮花上如來 曾經從無量授佛 就是阿彌陀佛那邊學習 所以阿彌陀佛把六字大名咒 告訴了蓮花上如來 蓮花上如來 再把這個咒語告訴了佛陀 而六字大名咒本身 就是整個大乘莊嚴寶王經的核心 他裡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功德 比如說念授這個咒語的話 會得到很多的神族的保護 會得到大慈悲心 甚至於在這部經典中提到 當釋迦牟靈佛跟儲蓋藏菩薩 分享六字大名咒 然後儲蓋藏菩薩學習六字大名咒 而且掌握之後 出現了七億七千萬 佛教術語叫七十七巨之的如來 接著說準題菩薩咒 那準題咒是我們下一集影片要聊的一個咒語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知道 六字大名咒是觀世音菩薩的秘密 觀世音菩薩的核心 慈悲精神的泉源 它的整個咒語的結構 是在一般我們翻譯上 可以稱之為叫做 閨蜜蓮花上之寶珠這個詞 用更具體的意思來說 這個蓮花代表的是慈悲 這個珠子代表的是覺悟的心情 所以閨蜜蓮花上的寶珠是鼎裡 具有這個覺悟與慈悲的這個聖者 就是觀世音菩薩 不過實際上在古代 一般來說我們是不會翻譯咒語的 這個規矩是有很多的翻譯家達成的共識 其中玄奘大師說 秘密故不翻如陀羅尼咒事 佛之秘密語唯妙聲音 不可思議故不以異之 我們剛剛講了這個六字大名咒 六個字的異常 但實際上古代不會這樣翻譯它 只會把它的音翻譯出來 因為這個音呢 本身有很多層次的意思 單純用一個文藝去翻譯 就不是那麼妥當 但剛剛只是為了方便 我們大家理解這個咒語粗淺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叫它的異說了出來 六字大名咒是六個字 這六個字呢 其實根據密法的觀點 它對應的是一種內在的淨化 在我在遼佛便經的一支影片 介紹維摩截經有提到 所有的佛法的修行 都是為了淨化內在 那麼內在在佛教認為 我們內在其實就有六道輪迴 我們內在就有六種情緒因子 當我們處在絕望的時候 這個就是地獄 當我們處在強烈的嫉妒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阿修羅 所以 OMMA NI BAT MEHO 分別是在淨化我們內在的六道 以及在淨化我們內在的六種情緒 以及它對應的六種修行 這個細節呢 我就可以在旁邊用一個表格呈現出來 我就不具體意義的介紹 實際上佛教所說的六道輪迴 它不一定是外在具象的六個去處 而是我們人的內心就有六道輪迴 我們的人的內心就有六種 潛在的情緒因子 在我們團體解脫教團的LINE裡面呢 就有一個去淨化 內在六種因子的一種設定 在我們提供的心靈觀測站裡面 如果你看你的潛因式板塊的話 你也可以看到你最近內心的 哪一個因子 比較波動比較高 你可以拿心靈觀測站的靈魂板塊 也就是潛意識板塊的 實驗中 你最近內在哪一個因子比較強烈 去對應在我們的解脫協會的LINE S上面 提供的淨化內在因子 對應的淨化方式 去淨化自己最近比較強烈的 內在負面情緒因子 其實會對你的潛意識 特別是在夢境中達成 那種不可思議的一些效益跟效益 所以這其實是一種療癒的能量 療癒進化我們自身的能量 而這個能量的本質是慈悲 也就是愛 而這個愛呢 是以六字大明咒的這個力量存在的 六字大明咒在人類世界的傳承歷史 一般被認為在西藏 是先被重視的 據說在這藏王 有一個比較有名的 西藏歷代的戰譜中的一位 他托托仁年前的時代呢 他曾經從空中降落 得到一本佛說大神莊園寶王禁 但是沒有人知道那個意思 後來呢 過了五代之後 東藏鋅伯 他去從西藏 派出了 這個語言學家 到尼泊爾 得到這本經的範文本之後呢 再把它翻譯到藏文帶回西藏 這個就印了 在哈多多日年展 得到這個大神莊園寶王禁的時候 的一個預言 如武事後 將出一王 人了四億 東藏鋅伯時代呢 就寫了這個 很有名的 據說叫做 マニン・ガブン 的一個著作 在這個著作裡面呢 就具體的 談到了 當時人認為六字大明咒的源頭 為喜有無量光佛 欲救濟眾生 而獻觀世自在菩薩之神 生於西方福德蓮花國 王願蓮池 生於蓮花上 故稱蓮花生菩薩 此菩薩於無量無邊佛前發 利益儀起 貼有情之大怨是 從身上發出六道光明 救濟六欲界眾生 或又為普渡苦海獻一面 牽手牽眼之相 時無量光佛 為大慈悲者 聖觀音 藉此真言 以關閉六道生死之門 令六道空虛 若要了解此六字 須反覆送詞 這段話其實喔 它雖然是一個神話故事喔 但它其實間接帶有 佛教哲學意涵 第一個所謂的六道輪迴 就是我們內在的六種情緒因子 發作的時候的結果 在我以前有一支影片有提過 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我們會轉世前往什麼地方 跟我們死前的情緒有關 當我們內在有某個負面情緒 特別強烈的時候 往往就會在這個時候作用 所以六字大名咒的念誦 包括六字大名咒為首的一系列的冥想 都是為了進化我們內在的情緒因子 其二 當內在情緒因子要進化之後 無論是在面對生死的議題上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 這一些負面情緒因子對我們的影響都會降低 也就是所謂我們的內心得到了進化 那麼這個咒語在藏團佛要特別流行 至於在華人世界呢 其實從這個宋代以前 都不是高度被重視 那麼在遼朝的 清禾四沙門道征的時代 他寫了這個 顯密元通成佛心耀集 將六字大名咒納入準題儀軌 明末則有這個 靈記中的漢樂法杖 他提到六字大名咒與準題的關聯 清朝呢 有些人在寫這個準題法的時候 也把六字大名咒放進去 這其實有點有趣喔 因為六字大名咒其實比較重要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我們如果以宏觀的佛教史來看 在漢傳佛教 他發展出了這個獨特的文化 雖然六字大名咒在藏傳佛教中比較流行 可是呢 大概從明代初期 就從藏傳佛教往中國開始傳播 傳說喔 雖然早在藏王早期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個關於 《大臣狀元寶王經》的記載 但是將六字大名咒 推廣到幾乎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所有平民百姓都會念誦的那個人 是第二次大寶寶王 打馬巴西 第二次大寶寶王 他特別喜歡到各地推廣念六字大名咒的法會 然後會在這個法會中呢 舉辦他帶著他的寶冠 坐在法會的陣中 然後推廣大家用這個轉經輪來念誦六字大名咒 那至於第四次大寶寶 據說一出胎的時候呢 他就有辦法口念六字大名咒 可能就是像孩子的方式 用呢男的方式念誦吧 到了一代的時候 第五次大寶寶王 他受到明成主的供養 明成主將大寶寶這個頭銜供養給他 這個頭銜的全名是 萬行俱足 十方最盛 元絕妙智 善慧蒲印 幼國眼教 如來大寶法王 西天大善自在佛 領天下釋教 當時人們都覺得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所以很多人都開始念誦六字大名咒 特別是在當時的一些五台山的文本裡面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五台山的繪圖本裡面 當他畫大寶法王的時候 下面寫的那個咒語就是六字大名咒 他們就認為這個是觀世音菩薩 在人間的真實形象的咒語 當時以中央統治階級為首的貴族們 都開始流行念誦六字大名咒 但是實際上他的整個流行程度 當然都沒有藏男佛教這麼流行 回到實用層面來看 六字大名咒的功德 它的功用 它最主要的作用 是為了淨化我們內在的情緒因子 它達成兩種效益 第一種培養我們內在的慈悲的情緒 第二種能夠淨化我們內在的 我們負面的情緒的因子 而所謂的慈悲的培養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用白話來說 它就是一種愛的培養 甚至於我們可以直接說 六字大名咒 就是讓我們開始愛惜自己的一個開端 所以這個咒語的念誦方式 如果依照泛音的標準念誦的話 是 OM MANI BAT ME HUM OM MANI BAT ME HUM OM MANI BAT ME HUM 當然每個人可能會因為 你跟你的老師學習 所以有些不同 有些人可能是念藏音 有些人念泛音 有些人念日本音 這個倒不是那麼重要 但如果你希望念到一個泛音 比較標準的念法的話 你可以參考剛剛這樣的方式 念誦這個咒語 對於我們培養一種內在的慈悲 對於自己的負面情緒一直有所進化 在日常生活中 能夠對自己有更多的疼喜與愛惜 是有直觀效益的 如果你想對更多的咒語 特別是標準的泛文念誦方式 有更多了解 以及各個咒語的功用跟場景是什麼 歡迎加入台灣高波聖地的Liant 點選單裡面的免費服務 再點佛菩薩咒這個版塊 會有許多實用的咒語提供給你 如果你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你希望我們分享的一些咒語 念誦的方式 原理等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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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